合集这个系列我发现 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看 所以就是尽量多跟大家多出一点吧 这次呢就是又整理出了一些T恤 来给大家做这个食品 首先第一件这个呢 是我在橙色软件上买 这家店它所有的衣服 我觉得都是可以放心去购入的 因为它的质量和料子都还不错 我买过很多了 然后价格的话呢 也算不是特别贵吧 是可以接受那种 它料子真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可以跟后面一些贵价的 那些T恤去相比 不像很多太便宜的衣服 它料子就不是特别好 我当时买是因为 我很喜欢它正面这个图案 然后它的背面是没有任何图案的 对我觉得这个配色啊 各方面都很夏天很好看 我买的是Astma的 但是它还是看上去特别大对吧 它就是那种oversize一点大一点的 下一件想要讲的是这个 大家问的很多很多的 就是我好几次录视频都有在穿它 它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然后最近也是挺火的吧 之前是在那个卫衣合集的时候 我有分享过这牌子的衣服 大家要买的话 可以在那个Somi家去买 就是OK的 这一件的话我买的是Astma的 然后它这个整件衣服 没有什么别的多余的设计 就是这里有一个蓝色的logo 但是看上去就很简约很好看 还特别的百搭 所以也很推荐给大家 接着要讲的这一件呢 跟上一件它是同一个牌子的 它并也是没有任何图案 但是它的正面就是这样子的 有三横字 就这个颜色比较基础 比较简单 就黑白的嘛 也很简约好看 但是不会说很单调 或者什么样子 而且男生穿也 我感觉也会挺酷的 男生可以买大一点 男生也完全可以买 你们买大一点的码数就好了 接下来想要讲的就是 87mm的三件衣服 有两件呢是一样的 不过它们是不同颜色 我都买了 这一件的话呢 我在小书和微博上 都发了一套穿搭 我个人是很喜欢那样子搭配 然后比较吸睛 夏天的话可能就比较热 但是夏天其实完全是可以单穿的 然后我这件的码数比较大的是 Large的是大码的 就我这件是买大了 然后它特别宽松 像是那种五分袖的 它有很多颜色吧 但我觉得这个碳红色 大概是可以放进入的 任何服色都可以hold得住 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件呢 都是87mm的1987 就是它的logo是这样子的 背面也是没有任何东西 这两件我买的都是小码 当时是先买了一件黑色的 然后再买了一件白色 因为我觉得两件都很好看 都很百大 随去都买了 然后它的料子也很好 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 就不是那种宽大的版型了 相对来说比较修身吧 然后下版呢也不是特别长 这两件真的都很推荐给大家买 OK继续想要说的是这一件 是Ad Aero的那件衣服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开箱的时候 就给大家看过的衣服 我真的很喜欢它 它的料子也挺好的 然后呢价格相对来说 比较高一些 这个图案真的就很适合夏天嘛 然后它这上面就是一些 外星人什么的 背面是完全没有图案 但是它有一个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印标在这里 OK那么今天的T恤和其分享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然后记得也要三连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